這個是經濟部商業司 2020年經典台菜餐廳 掌聲鼓勵一下 這個每一道菜都是經典中的經典 要結婚的人或幹嘛 搬新家的人或幹嘛的話 都要先吃 起雞 起雞 吃雞 起雞 吃雞 起雞 這個雞是不是特別的雞種 是 我們是選用雙槳雞 那它是台東露營雞種 對 那它的脂肪會負勻 那肉質軟會先甜 喔 油油亮亮的 怎麼樣 怎麼樣 比各家油雞還好吃啊 滾油滾漿啊 油雞啊 尤其它這個醬 你的醬油膏是 古早的醬油膏 沒錯 都是古早味 這醬油膏好好吃喔 師傅的刀功就一臺 可以讓它把這個魚醬 這樣騙 騙好之後再整個下去炸 是 它切得好美喔 對 很捨不得把它弄斷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醬啊 我們的果香糖醋醬 哇 妳看看 好好吃喔 它這個醬汁真的是 餃得很棒 這個醬汁的話 鵰粉也很棒 而且它的魚很新鮮欸 非常新鮮 沒有那種腥味喔 它沒有那個土味 對 重點是它炸功也很厲害 是 炸功是表皮有點酥的感覺 但裡面那個魚的肉是鮮嫩 甜美 腿酷嗎 我自己說 對 我們選用後腿肉 哇 很大欸 你看一下這個 哇 這個膠質 這個部位太好吃 它裡面還有吃得到一點瘦肉 是 它裡面它的油脂你看到 而且還有帶一點筋 可是 它的皮呢是有嚼勁的 然後裡面的筋呢是有那個Q勁 最主要是那個瘦肉 跟肥肉的那個比例 哇 那個膠原蛋板一咬下去 就是滿滿的在你口中 噴巴 哇 這個No.1 好Q喔 這黑麻油蛋厲害 一般我們就是基本的吃飯對不對 對 老薑 然後跟蔥 黑麻油去做鞭製 鞭了之後 鞭過之後再把蛋下去炒 沒錯 去燒出它的 帶有醬香味的那個麻油香氣 而且它那個蛋黃 我喜歡吃這種就是沒有很熟的 對 哇 你看看 我好喜歡喔 哇看 那可以 流出來的味道 我跟你講 我可以就是 這一碗飯 跟這個蛋 吃完 就夠了 對 就一餐了 真的 OK OK 其實他對我來講都是加分的 真的 因為這蛋太好吃了 標本 沒有在浮誇是真的好吃 它這個醬汁呢 最主要是它這個老薑點過之後 那個薑的香氣會進去 重點是它那種麻油的香氣 跟那個蛋是很合的 對 它是有厚度的蛋 欸 對 那我們是用滷汁去滷 那我們再用 淋上我們的脆皮醬汁 去把它風乾 然後香露整汁去油炸 搭配我們的 香蔥椒鹽粉 腸子 這個大腸最怕就是它 沒有處理的 然後是 它完全處理很棒 好香喔 重點是那個蔥 你咬下去 反正那個蔥的那個 你咬下去那個蔥汁會出來 那一點 它一點都很辣 但是多了那個 那個油脂的那個感覺 不會這麼油膩 它整個綜合起來 而且它很好咬欸 對 吃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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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會咬啊 我會咬啊 阿嬤 阿嬤 你是不是 沒有聽嗎 剛才有吃 你 你罵我了 阿嬤 我很開心 妳不好意思 我今天要出發我自由了喔 妳以前 妳今天要怎樣 出發出去 出發出去 今天要不用出發了 不用出發了 妳今天自由啊 為什麼妳自由啊 因為啊 我男朋友花了一萬塊一萬塊 一萬塊啦 一萬塊 對 把我熟出去 唉唷 妳熟出去我跟妳說 抱歉喔 嗯 怎麼樣 今天早上 紅仔蝦 紅仔蝦 給我定金 是 我已經把妳 妳現在是 紅仔蝦的紅仔 阿嬤 妳台語也不好喔 我 我不是出發了嗎 妳沒有 我沒有告訴妳 妳一萬塊不夠 那要多少 現在要十萬塊 妳是 妳以前呢 一個冰箱 一塊 現在要二十塊 對 這麼貴 所以 現在要十萬塊 妳這裡有發度自由啊 Oh my God 耶 妳要怎樣 我沒有錢啊 發度啊 沒問題 我請妳 請我 好 吃啊 一頓 好料的 好料妳知道 我最愛吃 秋露菜 秋露菜 家鄉味的秋露菜 是我最愛 以前呢 可以吃到這個秋露菜 現在 我在台北 都吃不到 吃不到媽媽的味道 我帶妳去吃 帶妳去吃 帶妳去吃 帶妳去吃秋露菜 好 GO 不得了啦 今天來到這個餐廳呢 算是一個非常經典的餐廳啊 對 我跟妳講 它經典的地方在哪裡呢 在哪裡 這個獎項妳看起來就厲害了 這個是經濟部商業師 2020年經典台菜餐廳 掌聲鼓勵一下 這個每一道菜都是經典中的經典 師傅 李師傅對不對 是是 可是妳看起來非常年輕 妳做這個 這麼沟渣米的東西 有辦法做到那種倒立的味道嗎 可以 因為我們是跟那個 我們的中婆在學習的 哇 對 她中婆她聽說已經一百二十幾歲 她是土地的 土地的 已經釘帶了 這是什麼 首先我們來吃哪一道菜呢 我們的招牌菜呢 就是我們的 風和七夾雞 哇 這個雞 這個啊 就是啊 要結婚的人或幹嘛 搬新家的人或幹嘛的話 都要先吃 起雞 起雞 吃雞 起雞 吃雞 起雞 這個雞是不是特別的雞種 是 我們是選用那個雙獎雞 那它是台東露營的雞種 對 那它的脂肪分布 那肉質軟 哇 這個要吃吃看耶 你看看這個 選用台東露營的對不對 沾一下這個 郭達比的醬油膏 沒錯沒錯 秘製的醬油 哇 你看看 喔 欸油油亮亮的耶 來看看 怎麼樣怎麼樣 比那家油雞還好吃啊 滾油滾香啊 喔 油雞啊 尤其它這個醬 欸你的醬油膏是 郭達比的醬油膏耶 沒錯都是古早味 這醬油膏好好吃喔 就像你講的 台東天氣好 水質好 放山雞 那個肉是有丟筋的 對 有彈性的 這個醬油膏 哇 那個嚼勁很棒 而且慢慢咬下去 那個肉汁都鎖在裡面 鎖在裡面 鎖在就是我們的 黃醋鱸魚 喔 欸這個魚整個立起來耶 我跟你講這個厲害 首先呢 師傅的刀功就很厲害 可以讓它把這個魚這樣 騙 這樣騙好之後 再整個下去炸 是 重點是它整個形態 整個維持得非常好 而且它的顏色跟色澤也是 很喜氣 是 它切得好美喔 對 很捨不得把它弄壞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醬啊 我們的果香糖醋醬汁 哇 你看看 好香喔 酸酸甜甜 好好吃喔 它這個醬汁真的是 調得很棒 這是你們自己調的醬汁嗎 是 沒錯 就是 剛才我們總共在學習的 哇 這個醬汁的話 雕粉也很棒 而且它的魚很新鮮耶 非常新鮮 對 對 重點是它炸功也很厲害 是 炸爆是表皮呢 有點酥的感覺 但裡面那個魚的就是鮮嫩 甜美 但是我愛它這個醬汁 對 因為它可以一直沾那個什麼飯 這個醬汁 調得很棒耶 這個醬汁啊 會一直吃耶 醬汁調得很好 是 接下來還有哪一道菜 值得推薦一下 我們的 這個 古早味滷豬腳 哇 腿褲啊 我自己說 我們選用後腿肉 哇 很大耶 你看一下這個 哇 這個膠質 我跟你講這個要用手拿的 這個 膠原蛋白很多耶 你看這個 哦 哦 你是夠 哦 我跟你講 你的廚力太棒 這你們自己尊主了嗎 對 沒錯 是我們用滷汁熬煮的 而且我覺得你們這個部位 有特別挑過 沒錯沒錯 這個部位剛好是它裡面 還有吃得到一點瘦肉 是 它裡面它的油脂你看到 而且還有帶一點筋 它的皮呢是有嚼勁的 然後裡面的筋是有那個Q筋 最主要是那個瘦肉跟肥肉的那個比例 哇 那個膠原蛋白一咬下去就是 滿滿的在你口中分發 哇 這個No.1 好Q哦 欸它的膠原蛋白很Q耶 你看看 有的會整個都是肥肉 太油 對 不喜歡太油的那種 這個不會 剛剛好 那個果肉是完美筆 他們有特別挑過 登登 有筍子 這個我爸爸超愛的耶 我跟你講 下次要帶家人 你要帶你爸我來吃 對 這個筍子呢 所有的精華都要吸進去了 因為它本身那個 滷豬腳的油脂啊或什麼 膠質都進到很燙裡面 這沒錯 這筍子好酥脆喔 好酥脆喔 你看有的筍子會太悶 太綿 它還有脆度 師傅接下來介紹哪一道菜呢 先接下來這一道呢 就是我們的黑麻油燒蛋 好蛋我最愛了 我跟你講 這黑麻油蛋厲害 一般我們就是基本的食材對不對 對 老薑 然後跟蔥黑麻油去做編製 編了之後 扁過之後再把蛋下去炒 沒錯 去燒出它的帶有醬香味的那個 麻油香氣 而且我跟你講重點 這邊吃飯呢 它有一般白飯對不對 它有這個肉燥飯 可以自己選擇 可以自己選擇 哇是不是很棒 它的炸功非常的厲害 你看它炸的 而且它那個蛋黃我喜歡吃這種 就是沒有很熟的 對 哇你看看 我好喜歡喔 哇看 它可以可以可以 趕快放在飯上面 好香喔 香不香 很香耶 它的那個麻油香味 對 這個厚度很夠 好甜喔 對 這是我們課長的講解 它是甜的耶 我嚇到耶 因為我以為是那種鹹鹹的 但它好甜喔 而且它有這個 因為它的那個薑 薑扁過之後 那個薑的那個薑氣會激到那個麻油裡 而且這個對女生要很好 對不對 身體 你看到沒有 這我跟你講 這就是小時候的回憶 這可以 超可以的 一個肉燥飯 然後它放下一個這個蛋 好吃 這個超好吃的耶 我天啊 再一口飯 欸這蛋好好吃喔 喔 太補了 我跟你講 我可以就是這一碗飯 跟這個蛋 吃完 就夠了 就一餐了 真的 其實它對我來講都是加分的 真的 因為這蛋太好吃了 它這個醬汁呢 最主要是它老薑點過之後 那個香氣會進去 重點是它那個麻油的香氣 跟這個蛋是很合的 對 它是有厚度的蛋 有厚度 然後裡面又是有蛋黃 然後流出來 這個蛋黃是半生不熟的 我喜歡 接下來 還有什麼 我們的脆皮肥腸 喔 大腸盒 對 那我們是用滷汁去滷 那我們再用 淋上我們的脆皮醬汁 去把它風乾 然後香露整隻蔥去油炸 搭配我們的香蔥椒鹽粉 然後椒香入味 這個也是一個 這個炸功也是真的 重點是裡面那個蔥一定要感到很好 對啊 它怎麼放進去那麼 那麼會放 就是也是收工 收工放 我跟你講 它現在放涼之後還是很好吃 因為腸子 這個大腸最怕就是它沒有處理的 是 它完全處理的很棒 好香喔 重點是那個蔥 你咬下去 反而那個蔥的那個 你咬下去那個蔥汁會出來 你看 那一點 它一點都不辣 但是多了那個 那個油脂的那個感覺 不會這麼油膩 它整個綜合起來 而且它很好咬耶 對 哇 蝦子厲害 我跟你講 一看就是要勾紮鼻 因為市場蝦子底下還會有冬粉的 其實都是勾紮鼻 反正就是泰式裡會這樣做 精華都在冬粉裡面 因為它吸了蝦子的鮮甜 還有我們的蒜蓉的香氣 蝦的精華 對 都在裡面 它也是經典的半桌菜籍 所以師傅 這是什麼蝦子 怎麼會那麼甘甜 我們是選用藍鑽蝦的品種 藍鑽蝦 對 這藍鑽蝦 真的 跟其他蝦不一樣 它的Q-TING 跟它的甜度是特別高 是 哇 不知不覺吃了三四隻 師傅的根本好 我講重點是 師傅剛才講的一個重點 冬粉 才是它的精華 沒錯沒錯 它吸了蝦子的甜 那還有我們蒜蓉醬的香氣 然後精華全部都在冬粉裡面 好開心 我不能吃蝦太可惜了 對啊 哇這個味道好棒喔 甲殼 它那個蒜蓉的香氣 跟那個蝦自然的鮮甜味結合在一起 然後冬粉那個Q-TING 哇 那個黃黃的是什麼 對 我們的蟹黃豆腐 你看到沒有 有蝦子 有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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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 有魚 有魚 豆腐 喔 怎麼樣很濃嗎 長陽在大海裡面一樣 很香耶 欸你用的食材都非常新鮮 對 都是我們自己手工做的 對 而且這個醬是很棒 你看這個豆腐 混嫩 混嫩的 喔 雞蛋豆腐嗎 哦是 你咬下去的話 整個就化在你口味嗎 它表皮有稍微煎過還是油炸 都是油炸 油炸過 然後表皮把它炸酥 我跟你講 接下來厲害 我們的壓軸來了 湯嗎 對 熱騰騰的湯 魷魚螺肉蒜 我跟你講 剛才我們為什麼一開始要演那一段戲呢 就是秋樓菜 早期這個最有名就是酒家菜 酒家菜 這個是我的最愛 你是冰淇淋嗎 都是菜耶 你看芹菜 這是它的精華所在 魷魚 真的是 魷魚跟那個螺肉的料有多少 你看各位觀眾 哇 上面還有這個排骨酥嗎 對 後腿肉片 後腿肉片 對對對 這可以絮湯嗎 可以喔 還可以免費絮湯 好多料喔 哇 你看 螺肉好大塊 我們螺肉也是有挑選過比較大顆 這個螺肉的口感就是一個自首 太小就不是這一道菜 爽螺肉嗎 我們有特別挑選過 嗯 然後太棒了 這樣好滿足喔 很滿足對不對 可是鐘哥不要問我們的任務耶 我們的任務很重要 師傅 你知道我們這個節目向來就是 喜歡跟大家交朋友 對 幫大家無福利 是 你看今天吃到這麼好吃的這個台菜 而且你說還得到了國家的肯定 可是這個是表示說這個是真的是有名台菜 真的好好吃喔 好那接下來我們有個就是 遊戲 遊戲要跟大家謀福利一下 那你今天有什麼的福利可以給我們大家 我們有提供古早味的乳豬腳 外財券 就這一款 對對對 那你自己預估我們 你大概我們會送出幾題 你的預算是多少 你的預算 三四十足 三四十足 欸滿多的耶 那我們不用甩啦 對啊 直接送而已 我們直接送就好了 真的啊 對啊 嘿 對不對 四十足啊 四十足啊 OK 沒問題 哎呦 好大聲喔 掌聲鼓勵一下 說到做到喔 李師傅 四十足 沒問題 那就直接四十足啊 直接四十足啊 那我們就不用甩啦 對啊 人家那麼大方對不對 哇 欸 李師傅 太感動了 老闆已經在搖頭了 開一杯 開一杯 啊 祝這個生意室喔 沒錯喔 謝謝 這個 李師傅 李師傅 李師傅這個 李師傅結婚了嗎 要結婚了 結婚了 恭喜你 高生貴才已經生了 生了 那還有什麼可以祝福他的 再生一個 再生一個 對對對 謝謝 謝謝 沒錯 來啦 小雞 小雞包 每個男人呢 都要 成家立業 是 要吃這個小雞包呢 會讓你 這個算是 會帶給你一個好運對不對 因為起雞嘛 對 吃雞 起雞 吃雞 起雞 那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小雞包嗎 是我們那個招牌菜 風和起夾雞的延伸 那它的含義就是 開創事業 然後 合家希望的意思 哇 欸 多有 多有 育育 慶祝我們風和 兩週年了 對 就兩歲了 那會有兩個活動 第一個就是我們那個 幾粒小雞包 對 對 那詳情呢 請大家 去風和的官方FP 詳情自己來就知道了 所以說看看 來到這個地方 吃到最地道的台菜 各位觀眾 先搶先定位好不好 先定下去 這些都是屬於你的 好不好 今年謝謝 謝謝 謝謝師傅 謝謝 拜拜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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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